- OK, let's do it! - 好囉!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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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 英克瑞 Politically Incorrect 政治正確在這裡不存在 其實就是幹話節目 我是Venom,他是Terry Yeah! 時間來到了3月 最近有什麼有趣的新聞呢? 嗯... 我覺得比較重大的新聞 就是... Deaf Punk 分手了 對,Deaf Punk分手了 好,所以還有一些像是 今年疫情期間 大家已經開始施打疫苗了嘛 對不對? 也有發生一些事情 還有一些像是... 種族議題 記得我們第一集講過種族議題 這個還在繼續延燒 對,最近比較嚴肅的事情 對,還有... 沒有,沒有知道 好,那首先呢 第一個議題我們就來聊聊 關於Deaf Punk拆夥這件事情 就仔細想想覺得蠻意料中的 因為他們出歌真的很慢對不對? 呃...他們 從... 然後到... Random Access Memory 這張專輯 中間真的隔了很久 對啊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好像隔了8年還是9年來著 而他們那張Random Access Memory 那張專輯 他們... 在發行之前呢 那個 Hype 超高 結果到後來 呃... 很多人覺得不值那個 Hype 像... MKBHD 他也講過一樣 等一下 我以為MKBHD是Tech YouTuber 而他很愛Deaf Punk 他很愛Deaf Punk 但是連他自己都說 Random Access Memory is kinda... not worth the Hype 好像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那張專輯還是比較商業了點 大家是這樣子覺得 但是那張專輯不得不說 他製作真的很龐大也是真的 嗯對 嗯 光是那個 叫什麼 For real Is it for real? It is for real For real 他們最好的其實是Discovery 那張專輯我有買 那Discovery他們 裡面就很多他們的 成名歌曲都在裡面 像是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Around the world 那都是來自Discovery這張專輯 他們有點Gundam style 你知道嗎 你懂這個意思嗎 就是當你做出一個Gundam style的時候 你要做出第二個Gundam style 你要超越前一個 就很難了 可是當你做的沒有超越前一個 也許你是做的一樣水準 可是你只要一旦沒有超越前一個 大家就會覺得 啊,新來了這個Suck 嗯,對 這是一個比較心態 對,這是一個比較心態 所以他們 他們在Discovery專輯的時候 They pulled a Gundam style 或者是Aside在出Gundam style的時候 He pulled a Discovery Exactly 嗯,提摩不可以咬我啦 然而呢 Random Access Memory現在也 距離現在也已經是 七、八、七年、八年 對,八年了 數學不好 2013年初了嘛 對 Random Access Memory也是很久了 所以想說 從8年 2013年到現在 他們還是有一些新的合作 可是 就感覺都是比較零星的 對 所以總覺得他們 總得做些什麼 改變 好像也是一個 意料中的事 對 只是我希望他們 這次拆夥呢 就是真的拆夥 而不是為了一個 Publicity Stun 最常見的Publicity Stun之王 Swedish House Mafia 在電影圈當中呢 大家都很喜歡搞這種 我要退休啦 我要拆夥啊 然後呢 就讓所有的粉絲都會覺得說 Oh no 所以你那一陣子的表演 大家都會去看 買爆你的票 買爆你的歌 然後三年過後 當你房貸快腳步出來了 他們就 欸!我要合體囉 就開始在IG上 PO一些神神秘秘的小東西 然後粉絲就說 Oh my god They're reunited 在Ultra合體一次 然後也許在Tomorrowland合體一次 然後就沒下文了 Swedish House Mafia 他們也是這樣子搞 我們就可以來談談 有哪些 你喜歡的藝人 或是Duo 然後他們拆夥了 你覺得很可惜 最最可惜的肯定是Jack U吧 Jack U Skrillex跟Deplo 你看Jack U這兩個人 他們當時出了那張專輯 Holy shit 超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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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為什麼沒有再繼續合作呢 其實好像不是有很多說法嗎 有人說什麼是Deplo的問題啊 他個性問題還是什麼 我一直都有在注意這一塊 因為你知道 我很愛Skrillex對不對 我也很喜歡Jack U 而我記得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2017年2016年的時候 Deplo有接受採訪 就有人問他說 欸那個Jack U的後續 Deplo說呢 是因為Skrillex 他簽給Atleta 這個唱片公司 對吧 那他簽過去之後呢 那Deplo他不太高興 因為Deplo他自己說 他是一個很 比較不喜歡major label 大廠牌的人 他自己很不喜歡大廠牌的人 所以他很堅持說 他自己的歌要發在小廠牌 然後像是他也想要搞好Mad Deeson 他自己的廠牌 所以現在Skrillex他簽給Atleta Deplo想要跟Skrillex 一起做歌 一起用Jack U的話 就會多一層麻煩 因為畢竟 上面有個老大哥在看 大廠牌 對 有個老大哥在看 所以其實也不是Skrillex不願意 也不是Deplo不願意 Deplo其實很有意願跟Skrillex 繼續做歌 可是那個唱片公司擋在中間 或是這個格達 好啦那我可能誤會Deplo 我一開始想說是不是Deplo這人太擊敗了 可是因為本來在這種主流的Label 就像其實當Youtuber也是一樣 當Youtuber 你可以是一個自由的Youtuber 那你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假如今天你簽給一個經濟公司 那你就得考慮他們的意見 或是甚至那今天假如今天Terry爆紅了 所以我簽給了某個很大的Youtuber經濟公司 那之後呢我想要找Vendon拍片 欸搞不好就有點問題 對這倒是 類似的概念 但是呢Deplo2019年的時候 有說Jacku可能會在隔年重新回來 而這個隔年呢是2020 那各位也都知道2020年發生過什麼事了 疫情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Jacku可以在2021年的時候出來 重新出來 Deplo在2017年的時候的確很忙 他要忙Major Laser 對他東西太多 對他東西太多 他還要忙著在Twitter上面嘴炮 對這些都是 還要忙著在漂亮的Malo照片下面留言 對對 這些都是很燒很燒腦力的事情 在漂亮的Malo照片下面留言 對 不得不說他們兩個這樣照片真的非常gay I ship them 我支持 I ship them 我也是 They're hot 你覺得Jacku很可惜 我也覺得Jacku很可惜 嗯 然而有一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實已經拆火了 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一夥的 對 Dash Berlin Dash Berlin 沒錯 天啊我以前剛聽電音的時候 Dash Berlin是我的神 Dash Berlin是你的神 剛聽的時候 然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一個團體 Dash Berlin其實是一個三人的團體 兩個製作人跟一個frontman 就是一個DJ 我們平常看到的當然表演的都是那個DJ 但其實他背後有兩個製作人 前面那個人叫做frontman 對不對 就是公眾人 對 發表 發言人 發 代表人 好 Dash Berlin它這個團體他們的代表人物叫做 Jeffery Sertorius I'm sorry Jeffery Sertorius OK 另外兩個人他們是負責製作的 對 一個人是Sebastian Sebastian what? Sebastian Molinj 是Elka Kellberg 而Jeffery 已經正式確定跟他們結束合作關係了 對 那Dash Berlin的這個名字呢 還會不會再繼續下去 有 有啊 但是在中間他們在有這個官司的時候 就在吵這個拆夥的事情的時候 有一度呢 Jeffery Sertorius 他為了要繼續表演 所以他用他的本名 去表演 那但是呢 好像去年的官司打一打之後 Jeffery好像拿到了Dash Berlin這個名字 所以現在他又可以再用Dash Berlin這個名字出去表演 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Jeffery 但是同時我也非常喜歡Dash Berlin他們所做的歌 所以這件事情到現在其實我都還不太確定我到底要怎麼去面對它 就是假如我們平常都很習慣看到Jeffery在台上表演 所以你對他的那個親近感是最多的 你當然就覺得說那他就是Dash Berlin 但是呢 Dash Berlin放的這些讓你感動的歌 其實是另外兩個人做的 沒錯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如果現在Jeffery把這個名字拿走 那另外兩個人是不是變相的吃虧呢還是怎麼樣 我相信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該有的那份share 對 對不對 然而 他們有 因此吃虧 吃名氣上的虧嗎 我相信也沒有 因為他們本來 那兩個人本來就沒有 沒有名氣 沒有名氣 他們一直都是在做幕後的 你去問大概10個Dash Berlin的粉絲 對這個project name 還有對他整個未來的音樂走向可能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 而且那個Jeffery Sartorius 現在好像也有用Dash Berlin的名義發新歌 所以我也覺得這件事蠻神秘 我還沒有仔細聽過 但總覺得他們拆夥了之後真的是跟以前驚喜非比 但我覺得他們是否是在刻意的延續他們以前的歌路 站在那個business的角度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畢竟他們這個品牌累積了 他們經營了很久 你覺得他們做這個trans 他們可以做到多久 其實他們一開始做progressive trans 然後後來12年13年 他們其實又改做progressive house 就是我們現在聽到那個 然後就一直持續到現在 然後我記得在他們拆夥前 可能1718年 也有出一兩首感覺比較偏 有一點點future base 有點嘻哈的歌 其實也都還不錯 所以連Dash Berlin這種 所謂trans的Kanban 都會隨著時代稍微改變曲風了 看Tiesto就知道 可是我相信大概每個人 他們心裡面都有一個自己最心愛的曲風 或者是自己覺得最耐聽的曲風 就是你聽100年都覺得 oh so good 我還沒有活100歲啊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 好但是你聽電音好歹有10年了吧 欸10年可能沒有喔 你幾歲啊 你滿18了沒 10年10年 那你目前聽下來 你覺得 目前聽下來 因為我以我自己近期來說 我當然最喜歡的是 melodic dubstep Melodic bass啦 耐聽嗎 耐聽喔 不一定很耐聽 那你自己覺得你最耐聽 對你而言最耐聽的歌 舊情歌吧 比較抒情的那種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那個沒有很抒情 就像遇到了舊情人 雖然舊情人大部分都是不好回憶 但是你知道這個舊情歌 就像是很棒的舊情人一樣 以電音來說的話呢 嗯嗯嗯 Progressive house 我還是很喜歡 所以你覺得Progressive house 耐聽 我覺得還蠻耐聽的 因為它很穩定 所以你覺得在 5年後10年後 你還是會回來聽 Depression Progressive house Depression house 我們應該創一個新的曲風 Depression house 當我再回去聽以前 Dash Berlin做的那些 Progressive house 他們在Ultra Miami 放的那些remix 我都還是覺得很感動 因為你剛剛講的好像都是 5年後回去聽老歌 對不對 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這個曲風永遠都是長這樣 可是它會一直出新歌 你說它這個曲風可以一直 通過時代的考驗嗎 對對對 那你呢 你覺得有什麼曲風 引領我進電音的是Depstep 但是我真的覺得耐聽的東西 Drum & Bass Drum & Bass 它本身也是一個很多元的曲風 它可以是比較炸的 也可以是很比較chill的感覺 Drum & Bass有分classic drum & bass 還有分liquid drum & bass liquid drum & bass 就是你聽它的速度還是很快 可是聽起來就是很舒暢 很舒服 他們聽起來就像這樣 很舒服的感覺 你這樣講的話 我有突然想到 就是7 Lions它有好幾首歌 其實是像它的remix 或是它本體 original mix 裡面就有加入Drum & Bass的元素 然後其實我每次聽到的時候 我都還是會覺得說 Oh wow this is nice Drum & Bass其實它的觸手已經分到很 已經很廣了 因為這東西經典 Drum & Bass我覺得很耐聽 十年後我會依然很愛Drum & Bass 可是我覺得Dubstep是一個 相當吃時代的曲風 2009年到2012年之間 BPM都是大概140吧 但是如果說現在2020、2021 你聽140的Dubstep 會覺得 沒錯聽起來很老 沒錯它也值得被尊敬 然而卻少了點什麼 就好像不太對位了 就是我之前找到一首老歌的 那個Dubstep Remix 然後我非常喜歡 因為這首歌是個remix 所以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本體 它的Vocal 它所有東西 但是呢 因為它做的這個Dubstep的remix 是很久以前做的 大概五年 五六年前 更久以前了 然後就是你跟我說 你覺得它的drop 已經不符合現代的 對 然後覺得它的drop太久 就是那種很早以前的那種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改成了現代的rhythm 直接插進去換 對 對 現在的rhythm 或者現在的dubstep 大部分都150的 對 甚至有Virtual Riot 開始在做160的 對 那你說像KZO那種 可能做到170的 天啊 對 是現代人越來越躁鬱的一種象徵 有可能 大家都白PO 假設我50年後我死掉了 在我桑梨上面可以放Drum & Bass 好 我先寫下來 If we're still friends Vicestone的Astromania Drum & Bass Remix 好嗎 然後要請五個黑人在那邊扛我的棺材 現在 3月了 Pfizer 跟Johnson & Johnson 還有一些其他的廠 他們也陸陸續續在出疫苗了 對不對 疫苗出來了 你以後不會打 我在台灣的話 我不會打 但我在國外我會打 你為什麼在台灣不會打 我只是覺得說 現在台灣的狀況是OK的 那當然疫苗風險當然是小 很小很小 But it's still there Maybe 等到出了更穩定的疫苗 就像你今天我蓋一座橋 這座橋有0.1%的機率會垮 然後你就決定 那我不過橋我游泳吧 你現在就是這個心態 別的疫苗我都有打 我只是覺得 Show me your arm Show me your shoulder 我只是覺得 Where can I see See 你根本沒有 You are an anti-vaxxer 被我抓到了 Anti-vaxxer 我有打過很多種疫苗 我現在開始要強調自己 好像自己是什麼動物 你是 Anti-vaxxer 只是一個反疫苗人 我只能是 但如果我在國外我肯定強第一個打 首先呢 我有打過疫苗 Wait where is it 你看你又找不到 我真的有啦 只是這裡 Found it right here Wait 現在反而是換我找不到了 各位我有打過疫苗 會這麼的不明顯喔 沒有因為真的太久 以前小時候比較明顯 Oh really 這是牛痘的疫苗對不對 應該是 我有吧 Is that it Is that it 好像是喔 有可能是你皮膚問題 不一定 好 我自己是覺得 我會打疫苗 但是我會傾向於 Pfizer或Johnson & Johnson 然而這兩個在台灣目前好像買不到 對啊 所以 I don't know 可是我覺得以現在的狀況來說 大家也不應該過度的依賴疫苗啊 因為現在那個病毒的變異很多耶 像國外對不對 你不能因為你打了疫苗 所以你就隨便出去趴趴走 你就覺得你沒差了 就你知道四處亂竄 對啊 這樣子很危險 還是大概要過一段時間了 對 疫情現在發展成這樣 我們已經開始有疫苗了 是的 所以國內外呢 也有在排隊打疫苗 我不知道國內有沒有 但是國外呢 有很多在排隊打疫苗 打疫苗期間發生一些去世 沒錯 我記得你有在follow這件事情 沒錯 你這個人真的是很地獄的 follow這件事情 我哪有 來請告訴我哪些 總之呢 第一個很好笑 就是呢在英國 大家知道英國在這次的coronavirus 裡面算是受害非常嚴重的一個國家 對 那於是乎呢 他們有疫苗當然大家搶著打對吧 有一天呢 就有這個警察接獲了檢舉電話 說有一群年輕人在某個場館外面 聚集了一兩百人在開趴 叫警察過去取締他們 所以呢 警察到了那邊之後發現 那群群聚的人不是年輕人 是一群阿公阿嬤 那為什麼他們要群聚呢 因為他們在排隊打疫苗 兩百個人群聚打疫苗 大家後來有說這件事情呢 有可能是因為英國人現在就是人心惶惶 他們不願意看到任何人有群聚的這個 做的這個事情發生 他們只要看到有人聚在一起 他們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搞一些你知道 會害大家的coronavirus的事情 但殊不知呢 其實只是這些阿公阿媽他們想要去排 就像是在台大的時候 都有阿公阿媽一直要去排著買台大牛奶 是一樣的 但是 你怎麼會把阿公阿嬤誤認為是年輕人 對 而且OK 你認為他們在開趴 Where is the music? 可能他們那個場館原本是開趴的場館吧 OK 他們有圖片啊 可是我覺得照片裡面其實看得出來 他們是阿公阿嬤 這就是很明顯是在排隊啊 對啊 OK 我理解 這有點像是在排夜店的那個隊伍 對啊 但這件事情還蠻好笑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講一個conspiracy 會不會是其實那些阿公阿媽們 把疫苗拿來當作是一個掩飾 一個藉口 一個cover 其實他們在裡面開趴 欸 陰謀論 其實你進去之後發現阿公阿媽在劇毒 或者是他們在 他們打的根本就不是疫苗 是 果然這樣還是老的啦 不要這邊亂講 好啦這是一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呢 是在這個德國 德國 對 在德國的時候呢 最近大家都不能群聚活動 然後有一天呢 德國的警方呢 也是接獲了這個檢舉的報案 那聽說呢 那聽說呢 在德國的某個場館 現在 有200人在開趴 對 那200人開趴當然是不可以的事情 而且呢 還有影片佐證 就是有DJ放歌啊 還有聽到音樂喔 就是都有聽到音樂 OK 所以是確定有聽到音樂了 對 所以呢 德國警方呢 就馬上殺到了那個場館 結果呢 門一打開 發現裡面只有DJ一個人 那至於這200人到底是什麼呢 是線上觀看200人 所以是個virtual趴 抓錯人了 嗯 說不定現場的確有200人 不過也許你看不到啊 對不對 我也經常去那個 六張裡公墓那邊開趴 你不要講這種 所以我看那篇新聞 他下面小編的點評就是說 那這時候呢 被檢舉的那個主辦單位 應該要說 有啊有啊這邊有200人 你沒看到嗎 然後警察就 直接用跑的離開 那個農曆契約還沒到啊 對 我是知道有很多DJ在疫情 在這段疫情期間呢 會做那個virtual party 對不對 前面Trumpet呢 他就是有製作團隊在那邊 幫他喬這些 Layback Luke 嗯 還有Cashmere Cashmere 把他的整個那個 The Giant 的演出 搬到virtual上面去 Porto Robinson也有 可是Porto Robinson 比較像是個人 對對對 遊戲像setup 看起來蠻糟糕的 哇 但是他就是Porto Robinson Lost Frequency 他直接坐在他家陽台 在那邊 喝酒 然後放歌 還有一個誰我忘了 直接在水下放歌 OK 真的嗎 YES 在那個 在Digital Mirage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virtual的活動 Underwater DJ Set Chet Porter Chet Porter Chet Porter 可以在一個場地上萬人開爬 Lost Land的票已經開始要賣了 所以呢 這就進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我來說 我個人認為 就是這些國外的人needs to calm down 你知道嗎 他們太急著想要開放了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是經濟的因素 可能快撐不住了 像我現在就得知 你看Lost Land的票賣了 對吧 我有看到 然後呢 像在美國 德州最近就有一個新聞 他說呢 德州的州長 他直接下令說 我們取消所有的限制 也就是說 所有的商家 全部開始營業 所有的派對聚會 餐館 全部都可以開 直接回到疫情前的樣子 對 兼且 口罩也不必戴 一次全開 百分之百 對 就是大概三天之後呢 德國最大的音樂節之一 就是Ooby Dooby 然後他們就宣布了說 嘿 既然現在你知道 合法性來說 我們合法了 所以我們就要來辦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他有說 你假如有打過疫苗的人 可以有快速通道 有點像是那個 Vaccine Passport 對 然後呢 但問題就是 並不是你一定要打疫苗才能進去 你假如有沒有打過疫苗 他也是 還是可以讓你進去 可能有些防疫措施這樣子 但問題就是 現在全德州只有6.5%的人打過疫苗 然後他們就這樣幾次開放 然後他們就要這樣開放 你知道Ooby Dooby 2019年辦的時候有多少人嗎 不知道 四萬人 四萬 四萬人的趴 然後他們說他們現在要開 Holy shit 哇 你知道 只有6%的人Vaccinated 只有6%的人打過疫苗 YES 哇 這樣子很危險耶 對啊 很恐怖耶 然後CNN呢 就馬上就說 你這人是不是有病 他說 他說真的州長做的事情是違反科學的 違反常識這樣 但也許他們 就是德州他們覺得說撐不下去了 因為德州這一次 兩三週前他們被一個突如其來的寒流 Hit的很嚴重 這很難想像耶 我們活了這麼久 我從 真的從來沒有聽說過 有 德州人被凍死的 嗯 就是極端氣候 這真的很可怕 德州人被凍死 就是西伯利亞人被熱死 很可怕 然後德州因為這一次的大雪 他們損失慘重 整個德州很大部分的地方都停電 還有路也都不能用 那很多公共建設被破壞掉 更不用說死了很多人 他們的物資也各種缺乏 所以德州他們現在急著要開放 我相信應該是因為他們真的撐不下去了 是啦 這真的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 州長這樣子放話出來 他也是有他的政治議題用途 因為今天美國聯邦政府 要是幫忙Bail out德州的話 德州就可以說我要這樣搞 也算是港情緒勒索 對 一邊勒索 如果說德州說我要這樣搞 聯邦依然不給錢的話 他們也許就會說他們要獨立 德州一直想獨立 德州獨立其實一直來都是美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其實德州本來就不屬於美國 加州本來也不屬於美國 加州是美國從墨西哥幹來的 所以加州那麼多城市都是墨西哥的名字啊 San Diego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德州也是啊 San Jose 德州也是啊 德州以前是從 Ban Antonio 還有我以前去德州的時候 他們有那個街道就叫做 Flores 就是花 對西班牙文的花 德州好像本來是屬於墨西哥 然後從墨西哥獨立了之後 他好像那時候為了跟墨西哥抗衡吧 所以選擇加入美國聯邦 美利堅和中國聯邦 可是把墨西哥幹掉之後 美國聯邦還順便拿了加州 但是德國發現 Oh shit I can get in but I can't get out 出不來了 對 他們不像英國脫歐那麼簡單 因為在美國聯邦法裡面 也的確有說過 你一旦加入你就不能退出了 你要退出 那我們聯邦就是派政府鎮壓你 所以我覺得像德州州長這次搞了這個事情 我相信是勒索 政治議題的利用也是有可能 但是你知道就是四萬個人一起去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萬一爆了 他們就慘了 真的耶 就這樣他們一旦爆了 不只是德州 連隔壁的墨西哥 或者是德州附近的幾個州 什麼New Mexico 在Nevada 在加州 這樣就會連環爆耶 對 東邊還有Florida 不管他是政治議題操作 還是經濟議題操作 但是呢到時候萬一爆了的話呢 損失的都是這些可憐的民眾 他們這樣子搞 雖然我明白德州現在快撐不下去了 可是他們這樣子搞真的太過於魯莽了 你現在就是快撐不下去 所以你選擇全面開放 但是當你在爆第二波的時候 你又要再lock down 那你可能真的也撐不過去 嗯真的真的 我覺得美國這樣子的情況比較嚴重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人的lifestyle一直以來都是相當的wasteful 美國人的生活型態 生活風格 一直以來都是相當的浪費 以及相當的奢侈的 而且比較自我 我記得有一個科學研究指出說 如果現在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要活得像個美國人的話 我們需要七八顆地球 哇 你看美國人他們房子住多大 你真的需要那麼大的房子嗎 你不需要 而且每個人都要有車 對每個人都要有車 好 然後再來 剛剛說到房子很大對不對 嗯 因為十幾二十年變得更糟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在很流行 一種裝潢裡面 就是開放式設計 嗯 open design openness 嗯 這種東西呢就是 像你看我們這邊有隔間嘛對不對 對 然後客廳跟廚房 中間有個隔 有個牆壁 或是甚至有個門 嗯 最近十幾二十年的美國的郊區的suburb 那種房子 他們都是把中間這些牆全部打掉 啊 因為做一個開放設計 所以看過去的時候相當遼闊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因為反正增加視野沒有問題嘛 對 有一個致命缺點 嗯 the bigger the space the harder to cool or warm 對不對 空間越大 當你開空調你要冷卻的時候 或是你開暖氣你要把它加溫的時候 對 你就需要耗更多的能源 就等於說現在我可能 冬天回到家 我只要開小小一台暖氣在我房間 對 但是呢美國就變成你一開你全家都得暖 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變得非常的浪費資源 你的電力就會用得更兇 所以德州這一次不是說 噢他們 含牛來他們完全沒有做準備嘛對不對 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這樣子 他們需要耗太多的能源去熱一個空間 然後當所有人都這麼做的時候 電力直接 overload 對 以前他們那樣子的建築風格 房間小一點 廚房就是廚房 客廳就是客廳 我在廚房炒菜 我就不用開暖氣 我就是用爐灶的火 客廳還是冷嘛對不對 那我就是開一個客廳的小暖氣就好了對不對 不用搞得像是整個家 都像是辦公大樓那樣中央空調 我之前去美國短暫的時間內我就發現 他們不管在開空調還有最明顯的吃飯 都非常浪費 他們的份量超級大 尤其是德州 他們一盤菜上來都是這麼大 然後呢漢堡可能這麼大嘛 那剩下的部分呢空的怎麼辦 塞薯條 超多薯條 重點是吃不完也沒關係 你可以打包 台灣人會打包對不對 他們就不打包 他們就說沒關係你就是丟掉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超級wasteful 超浪費的 我在德國吃了一餐 不是德國 德州 不好意思 在德州吃一餐 在台北可以吃三餐 我說的不是價格 我說的是份量 真的是可以吃一天的東西 超多 然後他們還在那邊說 為什麼我們國家obesity這麼嚴重 為什麼我們國家是 是全世界最肥胖的國家 為什麼我們國家是歷史上 因為他們一杯飲料這麼大 歷史上最肥胖的國家 我就覺得 你們怎麼不去看看 你們7-11的斯樂冰的那個杯子多大 對 很恐怖 而且我就記得 我那時候去德州的第一天 我就想說我去買McDonald's來吃 然後就是餐都是還蠻正常的嘛 但是呢 我又說他說Do you want to drink? 我說Yeah 他就給我一個杯子讓我自己裝 那台灣的杯子在這麼大對吧 這樣子 那裡的杯子這麼大 就真的我一隻手握不住 我要這樣子捧著 超級大 大概爆米花筒那個大小 然後呢我回到家 我吃完我的餐 我飲料大概只喝了不到十分之一 那我又怕浪費 所以呢我卻把它冰進冰箱 最後呢那杯飲料 我整整喝了一個禮拜 但是我覺得這完全是可以想像 一點都不誇張 所以在這種時候呢你就要做抉擇 你要不就是開始浪費 我點了餐東西來了這麼多 我就是只能 我吃不完就是丟掉 要不就是全吃掉 然後變超胖 所以你就是變胖 所以真的很難 他們的物質生活要求太多了 You want this You want that 你知道經濟學 經濟學也是 based on 這樣子的這個想法 經濟學有一個假設 就是人類有無止境的物欲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賺了錢我要買這個 我今天賺了錢我要買那個 那個 人沒有這麼多的物欲的時候 整個經濟會崩盤 所以很多時候也有人說 美國的那個他們的經濟 他們的GDP 他們能夠成為世界強國 世界第一的GDP的國家 是因為他們的物欲很高 而且他們的用的都很wasteful 對 因為就是像台灣人可能會說 今天你這東西壞了 那我拿去修我有保固 我拿去修 但是假如你是個很wasteful的人 那你可能就是壞了 沒差我再買一個新的 那這時候就會創造出新的現金流 主要美國的問題還是在於 十一住行這四個 十一住行這四個 他們真的是很誇張 尤其是行跟住還有時 一的話不一定 亞洲人也很浪費 可是十住行這三個 他們的行 去哪都要開車 去哪都要開車 然後Tesla發明了電動車 他們把電動車推出來 還給他open source 然後他們也不斷的在推再生能源 美國那邊 他們的石油公司是直接瘋狂砸錢 在做propaganda在反制 他們做了什麼propaganda 他們做了propaganda 包括其實石油很乾淨 電動車其實沒有帶來什麼的節能 還有像是核能很危險 還有風力發電其實效率不好 這些都是他們曾經做過的propaganda 我覺得說你假如以現在的發展上來說 確實有可能 但是我們這個再生能源看的是長遠的東西 你假如不經過現在這一段 你怎麼可能會有以後的效率良好的再生能源 一定會有一個陣痛期的 所以講一個可能會引起爭議的話 希望我的車子都是電動車 無論是Gogoro或是Tesla 那我有聽過很多的argument說 Gogoro第一個不符合經濟效益 第二個其實比汽油車更不環保 比一般的汽油的機車更不環保 因為我們的電來自活力 但是我的argument是 今天我騎電動車的用意在於 無論這個電是怎麼被創作出來的 我都可以使用 而我會致力於推行核能跟再生能源 風力水力炒氣發電 活力發電就是abandoned it 所以我也是一個永和人 永和 永抱和能之人 再來第二個是 很多人忽略掉這一點 噪音污染 電動車真是很安靜 你這樣子的話 就真的會踩到很多人痛楚 但是因為很多愛車的人 他就是喜歡排氣管的聲音 高爾瑄的歌都唱了 你喜歡排氣管的聲音 你喜歡引擎的那個vroomvroom聲 You are selfish 這是一個雄性的在那邊說 你這樣子跟星星在那邊敲 敲手腦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已經在一個這麼pack的城市 你在台北市 然後你還要在那邊vroom很大聲 你在山裡面 你在自己 在那邊vroom 就算了 而且還不是陽明山 因為陽明山要住人 沒有人的地方你自己在那邊vroom Sure do it yourself 可是你一到市區 Please shut the fuck up 像因為我家就住在鄰近這個商業區 然後又是有夜店的地方 所以通常我只要到假日 也不用假日 就只要是任意 晚上超過9點以後 就是四處各種跑車 然後vroomvroom 超級吵 真的很討厭 我相信沒有男生不喜歡車子 大家其實多多時候都喜歡 我唯一不喜歡車子的一點 就是他們fucking很吵 內燃機吵 排氣管吵 我無法接受 直到出現了電動車 一個讓Tesla在我面前vroom過去 超級安靜 超級安靜 真的很安靜 真的是很安靜 一輛狗狗人在那邊vroom過去 速度很快喔 安靜 這樣子我就覺得 夠我買 值得我買電動車 對 所以 like big shout out to Kong Kong 我們來debate 加州也已經有在推行這個法律了 2030年 禁止銷售汽油車 oh really 已經走這麼前面了 其實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子 核能該蓋還是要蓋 對不對 而且我自己是覺得 反正我就爛命一條 你說核能真的怎樣了就算了 對 什麼想法 好啦 反正再怎麼樣呢 這些廢料也好 垃圾也好 反正也都是我們自找的 對吧 還有人說核災 核能是這樣子 全世界的科學家都知道這個東西太危險了 所以他們的安全標準就非常高 對 所以在這麼的過頭的情況下 其實相對的反而安全 怎麼怎麼從音樂提到 從音樂開始講講到何呢 這個有點太糟糕了 講到美國人的生活 講到美國人的生活 對 其實我覺得美國人本身就是可能 不管他們的教育或是生活風格也好 本身就是比較自我主義一點 所以我們英克瑞這個秀已經開始變成要嘴美國了 我們每一集都會嘴美國 都會不小心嘴到美國一下 I'm sorry fellow Americans 但是我真的覺得說 不管今天德州或其他州怎麼樣的處理法 各位住在美國的居民呢 請還是Wear your masks 不管怎麼樣 Wear your mask Don't be wasteful Eat your food But not too much If you can't finish it Bring it home Bring it home And put it in the fridge Remember to take it out That's your second meal And you will be happier Let's wrap things up 所以今天呢各位學到了什麼呢 各位學到了當DJ的話呢 可以定時的退居幕後 然後過兩年再回來再撈一筆錢 沒有錯 這是一個 這是音樂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就是 疫情小趣事 我們今天有談到蠻多疫情小趣事 對 在扯到美國人就是浪費 對 然後我好像又扯到電動車 那以上 那大家呢 如果對於以上的議題有任何的興趣 或是有任何的想法問題 討論 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月的英克瑞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大家下禮拜再見 啊!訂閱分享 掰掰 see you guys next time goodbye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大家現在有疫苗了 露西恩 Timo這樣子一直看我 讓我真的壓力很大 排氣管的音量跑在哪裡 今天我如果在你耳邊瘋狂的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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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